据中国媒体报道 截至目前东都决塞油田护炭疫情 已累积生产天然近域3369万立方米 累积产有4274吨 护炭疫情位于胡图币县境内 是准格尔蓬地目前完全景深最深7601米 压力最高 气温最高的气景 该景位于2020年12月16日 士气或高产工业气流 2021年2月4日进地面装置试彩运营 由所谓新疆油田采气一场负责气景的试彩管理 准格尔蓬地南原地缘辽阔 油气资源埋藏身 地质构造复杂 油气勘贪备备为世界级难题 据所谓新疆油田介绍 准格尔蓬地南原中弹 勘贪面积1.5万平方千米 其中护炭疫情勘贪有力面积156平方千米 一些分析家认为 中国政府在集中营拘留了数百万人 以及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 与中国将东都决散作为能源库直接相关 美国众议院的两党议员推出了一项议案 对在东都决散发生的强制绝育和强制堕胎的责任人或同谋实施制裁 并要求美国总统拜登提出具体的计划 来解决东都决散发生的他们所成的种族灭绝 该议案目前已提交到外交和司法委员会审议 来自米苏里州的共和党级众议员哈特·策勒 和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级众议员 苏欧起星期三提出了 《制止对维吾尔人压迫绝育法》 对在东都决散发生的强制绝育和强制堕胎的责任人或同谋实施制裁 这两位国会议员也是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委员 制定该法的目的是解决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批准的 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包括强奸和拘押期间实行酷刑 强制绝育、强制堕胎和其他强制性的生育限制措施 特别是在东都决散地区以及其他目的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星期五 5月21日通报了抖音、领饮、败度等共计105个应用程序 存在的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行为 网信办还责令应用程序运营者进行改正 网信办表示 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等法律和有关规定 对短视频和浏览机等常见类型的部分应用程序的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进行检测 发现105款应用程序存在违规行为 共有19款短视频应用程序被网信办点名 其中还包括抖音、快手等广受欢迎的软件 这两款应用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等 包括360浏览器、微软闭印、零影和质连招聘等应用程序 在内的34款浏览器应用程序和51款求职招聘类应用程序 也被网信办点名通报 这些应用程序存在的问题包括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和未公开收集使用规则等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 尤其是被日渐普及的人力识别系统任意采集和滥用的情况 越来越引发人们保护个人隐私的担忧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在中共的维权统治下 中共当局才是侵犯个人信息的最大威胁 美国情报报告称 在中国首名冠状病毒患者发病前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三名研究人员曾发病 到了前年11月已经病到他们需要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昨天报道 外界早前指冠状病毒与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露有关 而这份报告可能对外界在呼吁对此展开更广泛调查方面提供支持 中国已反驳实验室外泄病毒的说法 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专家联合进行的冠病溯源调查报告也显示 实验室外泄病毒的可能性极低 5月23日周日 一架从希腊飞往立陶宛的瑞安航空公司航班被迫改变航线 在白俄罗斯停留数小时 西方国家对这一行为表示愤怒 一些欧盟领导人称此为劫机行为 欧盟领导人还将对如何回应进行讨论 美国国务院则称此举令人震惊 在飞机进入立陶宛前 白俄罗斯方面强迫飞机在其首都明斯克降落 声称该航班面临炸弹威胁 被逮捕的人士名为普罗塔·塞维奇 是白俄罗斯媒体Nick Star的前编辑 他在飞机被允许在此飞前被带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